电磁波可以隔空杀人 当然这件事千万不要做 但是用在好的方面 各位应该都有吃过火锅 现在的火锅 通常大概一两百块的那种 有分那个什么 臭臭锅那种是比较用火的 用酒精灯的 酒精膏 然后大概有一些是用电磁炉的 那各位知道电磁炉的原理吗 那各位说明一下电磁炉 那它到底怎么让你的锅子热 是有電會熱沒錯但是會熱哪裡這是很大的問題 轉成熱能嗎 電能轉成熱能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 電鍋跟電磁爐有什麼不同 電鍋也會熱嘛 電磁爐也會熱啊 裝置不一樣 對能不能講清楚他到底哪裡不一樣 接觸才熱 熱能一直都不一樣 對啊 到底哪裡不一樣 電鍋電鍋裡面是什麼在熱啊 啊電磁爐裡面又是什麼在熱啊 你有沒有去拆過電鍋 那個壞掉的電鍋把它拆出來試試看 電鍋裡面在熱的是電阻 對不對 它那個電阻線圈在熱 就像吹風機其實也是電阻線圈在熱 所以那個用不到電磁學對不對 電阻就V等於IR需要用什麼電磁學 V等於IR就三個數字相乘或相除就這樣而已啊 對不對 那E就等於IV嘛 OK所以那個能量就直接算出來了 線性的很簡單不用到什麼電磁學 但是電磁爐怎麼會熱這就是個電磁學問題 有沒有人知道他跟電鍋有什麼不一樣 為什麼他會熱 學藝喔 欸欸欸學藝 不要不要推給人家好不好 這樣子有點不太好 好那我告訴你們啦 慧樂是看這個方程式就知道 欸怎麼一直往下 這個奇怪 好看這個方程式就知道了 各位應該 看一下看一下這個 安培定律是什麼 欸這個有點太複雜了 來 好 安培定律 安培定律大概是這一個 這一個 然後欸我覺得看安培的那個比較清楚 啊不對安培的那個 那個 圖片不在 好 安培定律呢 欸各位有看過一個圖吧 欸看那個圖應該會清楚 來 安培定律的圖 欸這裡沒有 來安培定律的圖 可以過去看一下 安培定律的圖 有看到這個吧對不對 好安培右手定律嘛對不對 啊什麼意思啊 這個方向是什麼東西 電流對不對 電流會造成什麼 磁場 磁場有什麼形狀的 旋轉的環狀對不對 喔 漩渦環狀 好 那這個磁場呢 你一個電線過去之後就會造成這種磁場 好 那如果你今天呢 是把電線繞成圈圈狀呢 它的磁場會長什麼樣 把電線繞成圈圈狀 而且一圈又一圈的話 它磁場會變成這種樣子 而且中間的磁場會很強 對不對 好 那如果我用這個線圈 什麼時候 啊這裡只是看到說 它會產生磁場而已喔 但是 電磁爐裡面 你光是產生磁場是不夠的對不對 光是產生磁場 那鍋子為什麼會熱 鍋子要熱 還得再還原成電流 在鍋子上面 就是那個磁場得再轉換成電流 在鍋子上面流動 那鍋子表面流動 的結果才會讓它 因為鍋子的電阻本身就熱起來 好 那怎麼樣子把 這個電磁爐的磁場 轉換成鍋子的電流 啊 感應電流 對 感應電流EMF 對不對 感應電動室 對不對 對 感應電流 那感應電流 我們現在已經有了磁場了 磁場轉換成感應電流 是靠哪一個 定律 如果可以運作 讓你的鍋子很快熱 你要怎麼做 讓你的磁場一直變 你的磁場一直變 鍋子就會熱 所以電磁爐爐的磁場 表面的磁變化率最強 這樣它就會熱起來 熱的比較快 那它如果設計錯了 變成你吃飯的人身上的磁場變化最強 那你可能身體就會不太好 對不對 所以 這裡 又會有 會有 這種 跟電磁學其實很緊密相關的問題 好 所以呢 這些真的是 很有用的東西 那 非常建議各位 有一本書超好的 我覺得這本書我超喜歡 就是電的旅程 這個是張大凱這個人寫的 是遠見天下出版社出版 那 這一本書 它把整個電的歷史講得好清楚 不是很厚 很薄的一本 然後呢 完全是原創的 這個 不是英文翻譯過來 然後很薄的一本 寫得超級好 那這個人其實 他是台大的校長 前任校長李士誠的師兄 他之前 他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這個人 大理事成幾屆 所以他其實是很資深的 他退休之後才來寫這本書 他一輩子就一直想說 我應該把 我學的電的東西寫下來 而且我想寫的不是那個教科書 而且是故事書 所以他寫了這本故事書 真的很棒 我有買 那另外如果對電磁學還有興趣的同學 就是說你真的想研究電磁波 我告訴各位 那個我去找了很多電磁波的書 每一本我都看不懂 但是呢 最後我發現這一本我看得懂 這一本我看得懂 就是高明勝寫的這一本 電機系學生的入門書 但是其實是適合 也適合你對電磁學有興趣的 不一定要電機系的同學 來念 這一本真的寫得也很棒 那其他的反正也看不懂了 不知道他在寫什麼 但是這一本寫得很簡單 二要清楚 所以蠻推薦的 那其他的呢 就是你也可以從 我們雜誌裡面去看 這些東西 有一些東西呢 其實 我覺得很有趣的東西 再看一點點 像這裡我們有個影音頻道 那這裡有個電磁的歷史 來看一下電磁的歷史 這個我昨天上課也有提到 但是各位不是上那門課 來電磁的歷史 電磁 為什麼會有電 為什麼會輸出電 它是什麼樣的能量 化學能對不對 那什麼叫化學能 氧化還原反應對不對 然後加上觸鎂 然後讓它 做一個反應 但是反應的過程當中 它氧化和還原 所釋放的能量 和吸收的能量 是不相等的 所以它最後 總反應 是釋放能量 那你就看總反應釋放多少能量 那它就是幾伏特 OK 那所以電磁的伏特數 對於單一個氧化還原反應而言 它釋放的伏特數是 是固定的 所以你 你沒有辦法設計一個電磁說 我這個電磁就是要3.87伏特 有時候很難這樣設計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今天電流 我可以這樣控制 我電流說 我這個電流 我這條導線 我要3.87伏特 那可以的 那 但是電磁我們很難這樣控制 因為它是化學反應 那早期 早期還沒有電磁的時候 有一種東西可以用來儲存電 這種東西叫什麼 萊頓瓶 這個就是萊頓瓶 四個萊頓瓶串連 那萊頓瓶的結構其實它不是電磁 它是什麼 它是電磁 你看它的結構是怎麼樣 萊頓瓶裡面有一層 金屬杯子對不對 外面又有一層金屬杯子 中間呢 用玻璃杯把它割開 所以 電如果存在這個裡面 那 它跟外面之間就會產生感應嘛 所以它電就容易儲存在這裡 不會散掉 那這時候呢 萊頓瓶每次用之前 你都要先充電 而且充完電之後 沒多久 它就耗散掉 那所以 它在很早期的時候被用來做電磁實驗 因為那時候還沒發明電磁 但是做電磁實驗的時候呢 就有一些神奇的事情發生喔 什麼神奇的事情呢 各位知道 歐洲是什麼時候突然變強的 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 左右突然變強對不對 但是通常我們說歐洲工業革命是指英國的那一段 英國的真理紡織機的那一段 之類的突然之間就變強的那一段 那但是在工業革命之前 還有一個重要的事情是文藝復興嘛 OK沒有文藝復興就很難引發工業革命 文藝復興時期和工業革命時期 大家都在做什麼事 各位 你有沒有覺得你現在的時代 有一些特徵 這個特徵可能是其他時代所沒有的 各位現在時代的特徵就是 每個人出去的時候吃飯 就一邊 一邊吃飯一邊用手機 一邊用iPad 然後呢明明應該跟對方講話的 結果都沒有 然後都在玩手機和iPad 這可能是我們現在時代的特徵對不對 那沒事就Facebook上網 然後呢 連老師開課都要用Facebook社團 其他老師開課有沒有用Facebook社團 只有我的嗎 有嘿 還有哪一個老師有這樣做 只有我 只有我 奇怪 其他老師不知道都怎麼用 那 這個是我們的時代特色 但是在200年前 工業革命的那時候 他們的時代特色是什麼 下午茶 對他們下午茶很重要耶 英國人非常注重下午茶 而且他們的下午茶一喝可以喝兩個小時耶 那是一個很 然後最後你會發現 英國很多奇怪的點子都是從下午茶的時候聊天產生的對不對 所以他們的下午茶文化對他們來講是一個很關鍵重要的事情 然後我們這裡來看一個故事喔 這個有點小 我們放大一點 好這樣應該夠大了 好再大一點 200 來這個故事 萊頓瓶喔 那你可以把電衝在萊頓瓶裡面嘛 對不對 然後呢有一個法國神父叫做諾雷 那諾雷這個神父呢 他其實你會發現早期的科學家很多都是神父 因為只有這個植物呢 他才不用去種田工作 有時間可以來做科學實驗對不對 不然的話你想想看 你要去種田工作你哪有時間做實驗 如果法拉第沒有跟著帶回座 他就得去做鐵匠了 他整天要打鐵他哪有時間做實驗 所以呢 呃 諾雷呢 他是神父嘛 他有空 而且呢 那個他也算是有資源 雖然不見得可以把錢都拿來自己用 但是他想做什麼事情 他可以花錢去做 因為教會很有錢啊 教會好處很多啦 因為那個時代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那個 欸 生物學上面有沒有 那個做出那個豌豆實驗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孟德爾是不是 他也是個神父 OK 好那諾雷呢 他1746年的時候他就很好奇說電到底跑得多快 我們知道有電了 我們有來論評了 但是我不知道電跑得多快 那證明電跑得多快 我如果從這邊充電到那邊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傳到那邊啊 對不對 所以他做了一個 所以他做了一個 很瘋狂的實驗 應該不算很瘋狂 就是很厲害的實驗 這個多厲害呢 他想測試電流跑多快 所以他就請200個修道士 因為反正 反正那個 欸 教會什麼沒有 就是修道士很多嘛 200個修道士 連起來 每個人手上都拿一個 銅條 然後這200個修道士呢 連接起來 每個人手上都拿一個 八公尺的銅條 總共連接起來 總共有 一英里 就是1.6公里 這麼長 哇 那個教會一定要找一個很大的地方 然後繞成一個圓圈 繞成一個圓圈 每個人銅條繞成一個圓圈 已經連好了之後呢 不是 這邊一根銅條 這邊一根銅條嘛 然後呢 他找一個特大號的萊頓品 特大號 一定要很大喔 然後 那個特大號的萊頓品呢 他就把 兩端 接上 這個銅條的 的兩邊 然後當他一接上之後呢 他 立刻看到 兩百個修道士硬生倒地 然後 露出 痛苦的哀嚎 然後呢 他就 知道說 原來電傳這麼快 我根本還來不及 知道他到底 傳多快的時候 大家就已經倒了 連最後的那一個 最遠的也倒了 電跑得超級快的 那後來他就說 再跟那兩百個修道士說 我覺得我還不是很清楚 我們再來做一遍 然後 那兩百個修道士 所有的人 都不願意再做 我覺得這些修道士 我覺得這些修道士 其實已經很有修養 如果 今天我來做這個實驗 那各位 去當那些修道士 然後我相信我做完之後 會被海扁一頓 然後丟到水裡 所以 他們沒有把這個神父 海扁一頓丟到水裡 已經算很好了 那 後來這個 諾類還想再做這個實驗 但是修道士不願意合作 所以呢 這個神父諾類還是蠻厲害的 因為他認識法皇路易十五 他就找路易十五說 我告訴你 我可以做一個實驗 證明電跑得很快 然後路易十五呢 就說 就就命令了180個御林軍 做了同樣的事情 那 這是軍令 軍令如山啊 你不能夠 不能夠違抗對不對 就算說被電死 你還是得做 所以 他們就又做了一次實驗 這個 180個御林軍 當場在凡爾賽宮 當起實驗品 來做這個電的實驗 然後 又 這個 這個實驗開始慢慢 越來越普及之後呢 就很多人開始 流行一件事情 我們都是在 在吃飯的時候 或者是 喝下午茶 或喝咖啡的時候呢 玩那個iPad 他們那個時代的特色呢 是 他們玩 萊頓瓶 萊頓瓶怎麼玩呢 就是 他們會找一個小的萊頓瓶 然後就帶到那個酒吧裡面 然後把它充電 然後充完電之後呢 然後就 就讓那些 不懂電的人 來碰萊頓瓶 碰一下然後觸電 他會覺得很麻 然後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很開心 然後這樣子 OK 那 這個叫做電紋 電紋 所以 所以 這裡有一些時代特色 我覺得是很有趣很有意思 所以這是電磁喔 那後來過了沒幾年喔 福達就發明了福達堆 那福達堆 其實 其實他之所以發明是因為 Gavani 就是加瓦尼這個人 他發現說 那個 不同金屬銅和鑫 如果碰觸青蛙腿的話 青蛙腿會收縮 這個稱為動物墊 然後呢 福達就去 想辦法說 那我把銅和鑫用鹽水放在一起 會怎麼樣 結果他發現 銅和鑫用鹽水放在一起 真的會有電 他就用很多銅和鑫一層一層放 然後堆成一堆就變成福達堆 這就是福達堆的照片 哇這個照片怎麼那麼大 因為我放大了 看一下 對因為我放大 好 所以這福達堆的 的 的 結構 其實後來 銅鑫這種東西的電池 就被稱為是 加瓦尼電池 加瓦尼電池 那他就是用銅條 銅條和鑫條 中間呢 放那個 放那個電解液 然後這裡 再用一個銀橋把它接起來 那他就會變成導電 那他有反應式 反應式先不看 那碳鑫電池 其實也是類似的原理 只是它不是靠水 它其實是靠著 碳鑫電池 其實不是碳鑫 是鑫和鑫 一樣是兩種金屬 它也會放電 然後呢 它是用透過碳的 那個弧狀液體 碳黑黑的 你把電池打開 用它黑黑的那個 那那個弧狀液體 然後來代替 那個 岩橋 和電解液的功能 OK 所以碳性電池 它的反應是 單一的 單一的反應其實是1.5V而已 所以就是像你買那個Panasonic的電池 它的反應是1.5V而已 所以如果你要得到3V的 你就要把它串連兩個 得到 得到6V呢 就4個串連 那接下來 你會看到 那汽車的那種電池是怎麼做 它 它 汽車的是鉗酸電池 鉗酸電池沒電它還會充對不對 OK 所以你不會說 汽車每次都要去買電池來用 那但是鉗酸電池它的放電反應 它是 它是靠著硫酸鉗 就是會反應會生成硫酸鉗 但它是用 復活性物質 像海綿鉗 跟電解液 像溪硫酸溶液 然後它反應會生成硫酸鉗 跟水 那這個呢 它的一個電池的 的電量 多少 好像是2V 對 就是一個反應的電量是2V 那2V絕對不夠你 開車 那個 各位知道 開車 對 大家還沒開車對不對 大家主要是騎車 那騎車會有火星塞 騎車有火星塞 騎車需要發動的電力也比較小一點 但是還是有裡面其實是會 會有放類似電池的東西才有辦法 火星塞才能打出來電 好 那如果你開車的話呢 你就會常常看到 有人 車子不太好 然後他要做那個 誤掐的動作 什麼叫誤掐 知道 如果你沒有錢 你買到一台爛車 就常常會做這種動作 因為你的那個 對 電沒了 還或者是 不管你有沒有錢 你如果車子 你就到開了停了之後 你卻沒有關大燈 那你隔天去開 你就發不動 對不對 因為電池的電漏光了 電池電漏光之後會怎麼樣 你就發不動 那這時候你要發動 你要怎麼辦 你當然你另外再找顆電池 把它換掉也可以啦 但是通常你沒有這樣的 沒有不太可能這樣做嘛 這時候呢 你就找另外一台車 跟他車頭對車頭對不對 因為你的 你的那個 電瓶是在車頭 車頭的那邊嘛 然後你把那個引擎 引擎蓋打開對不對 然後 拿兩條 大的那個 電線 電線 它上面有大的夾子對不對 然後有紅色的黑色的 你把紅色的夾紅色 黑色夾黑色的 兩邊夾起來 然後做什麼事啊 發動 發動 發動誰的啊 因為有一台已經掛了嘛 發動另外一台對不對 發動另外一台 發動另外一台 發動另外一台的時候 它的那個電就起來了 電起來因為你又串臉了 所以它的電壓會壓在你的車上 那你同時再發動 OK 那你的電也就起來 這個就是誤掐的原理 OK 所以各位 這個在生活上真的有時候是用得到 而且像我之前 剛開始開車的時候那個車很破 就常常碰到這種問題 所有車上都會準備那兩條線 然後如果真的沒了 就路上隨便給人家攔 然後請他來幫忙一下 其實台灣人和金門人其實 大部分都還蠻樂意幫忙的 因為他碰到那個 人情位其實還是蠻好的 好 那所以這個是汽車的鮮電池 那但是呢 如果你要自己做電池 你要怎麼做 有沒有人自己做過電池 我是沒做過啦 但是我知道怎麼做啊 應該也很容易做得到 因為我們有影片 怎麼做呢 用檸檬 用檸檬可以當電池 水果電池 但是應該是檸檬的那個電解液 就是特別比較高啦 所以他採用檸檬 那就電解值的成分比較多 那用檸檬呢 這邊YouTube上面有人做示範 怎麼樣用檸檬來做電池 我們稍微解說一下 檸檬呢 你把它做這件事 一顆檸檬 這邊呢 割一刀 然後把那個銅板 而且是要這種顏色的那種銅板 像我們的50塊或者是1塊的 可能是可以用來代替 因為它這是美金啦 那我們 我們 不是用美金嘛 所以50塊或1塊的 可能可以拿來試試看 然後呢 要再找那種普通的鐵釘 不要用鋼釘喔 鋼釘的話可能 上面沒有鋳的成分 那普通鐵釘它為了防止生鏽 它上面會鍍鋳 那鍍鋼釘 你看喔 鋼銅加瓦尼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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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現 中間就是電解液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一個影片 鋼銅加瓦尼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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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銅加瓦尼電池